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一眼而尽 昏迷之际 他将我抱上了别人的床 虔诚地吻在我的额头 唐诚 婉音不小心做错了事 招惹了太子爷陪四 他点名要你 才肯放过婉音 对不起 他离开的瞬间 我睁开了眼睛 脑海里全是昨夜看到的那篇闷打 等你三年的人和陪了你三年的人 你们会怎么选 所以 橙子你图什么呢 低沉的嗓音 从房间的暗门传了出来 男人穿着白色衬衫 上面的扣子截了几颗 袖子挽到了胳膊肘 是陪四 港城太子爷 我义父义母 却是名义上的哥哥 一年前我爸妈在港城意外去世 将我托付给了陪家 陪四因此成了我的监护人 只是这件事在上京没有人知道 包括周晨 我撑着床坐了起来 泪已经干涸 眼尾却还是红的 双眼空洞无神 昨晚陪四突然给我转载了篇问答 等你三年的人和陪了你三年的人 你们会怎么选 博主描述的故事 我格外而熟 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和周晨约定 我们投入各自的事业 在各自的领域闪闪发光 最后顶峰相见 到了国外研究所后 我几乎是与外界隔绝了联系 项目的保密程度是最高级别的 那时候我的同事总问我 我记得你在上京有个男朋友 这么久不联系 你不怕他变心吗 他带着好奇疑惑 我只是乖巧地笑了笑 笃定道 不会 时间和距离 杀不死他对我爱的感觉 我见过张扬明媚的周晨 为我挨了无数次加法 只因为我想吃南城的点心 禁足期间还翻墙出去 我见过上一秒还远在上京 第二天就捧着满怀的鲜花 出现在港城 我的面前 他意气风发 桀骜不驯 为救我断过腿 打过架 人生唯一一次进看守所 只是因为 别人骂了我一句难听的话 他单方面地把那人堵在巷子里 把人打得半死 这样的少年 给过最热烈最纯粹的爱意 我怎么会相信 他会变心呢 那篇回答里 所有人都在告诉周晨 他爱的是我 可他最后一句却是 我想 或许我会选择陪我三年的人 简单的一句话 却把我的心搁得遍体鳞伤 我抬眸看向裴四 眼眸里已经浮起了水雾 裴四无奈地叹了口气 走进了我的身边 微微俯身 伸出指腹 抹去我快一出眼眶的泪水 可我的心仍旧是止不住地疼 三年 周晨在与沈婉音谈笑风生的时候 而我在日记里写满了对他的爱意 我期待重逢 期待项目结束后 依旧能与他撞个满怀 可现实告诉我 周晨走着走着 就停下来 弯腰去摘了更喜欢的花了 哥哥 我的心好痛 当我闻到红酒里的迷药时 我好想问周晨 怎么就突然不爱我了 可我问不出口 我害怕 那时候一股酸涩感堵在我的喉间 我怕我失控落泪 我怕我成为全上经的笑话 我吸了吸鼻子 色声道 如果当时我没有出国 没有去参加研究 会不会 橙子 裴四打断了我的花 语气稍微变得严肃 他灼热的掌心捧着我的脸 坚定地说 你可以喜欢周晨 但你不能为了周晨放弃自己 你自己也说过 你不想成为一副男人的兔丝花 你有能力成为最好的自己 所以不要为了一个连自己的心 都管不住的男人 而怀疑自己 你的选择 从来没有错 错的是周晨 是他失约了 裴四的一字一句 都如千斤重石般 压在我的胸口 我能明白 可我还是不甘心 裴四陪我在落地窗前坐了一夜 陪着我喝醉 听我诉苦 他比我大五岁 是个很称职的哥哥 一日醒来的时候 我头痛欲裂 坐在床上 回想着昨晚发生的所有事情 正要下床的时候 裴四凑巧推门而进 不再多睡一会吗 我摇了摇头 不了 他熟忍地拿过拖鞋 灼热的掌心握着我的脚踝 我微微一愣 意识到动作有些亲密 要收回脚的时候 他收紧了力气 抬头看我 我是你哥 我敷衍地应了两声哦 裴四又继续说 周晨在楼下等你很久了 你要 他边说边看我 声音渐渐消失 我下意识地收紧了拳头 压下心口的抽腾 努力展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 不见 我现在是哥哥的金丝雀 裴四眉梢轻挑 无奈地滴滴笑了声 好 金丝雀 今晚有个泳池派对 有兴趣吗 有 我笑着硬下 研究所三年 我几乎没有自由 难得喘息 现在我只想趁机好好休息 然后调整心态 重新投入我的事业之中 参加泳池派对的人 不算很多 但能来的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世家名媛 上流社会老板 自从我父母去世后 唐家交给了庞芝的叔叔 不至于没落 我坐在角落里 正等着陪四的时候 周晨过来了 他的身后跟着他的秘书 也是陪了他三年的人 沈婉音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他的长相 在世家名媛里不算出众 但属于耐看行 身材很好 穿着露背的礼服 我在酒店楼下等了你很久 昨晚你喝醉了 我找不到你 你没事吧 周晨的嗓音有些沙哑 我抬眸对上他探究的目光 直言地掀开了他拙劣的谎言 周晨你好像忘了 我是个出色的化学家 也曾经考过药剂师 所以周晨 我们青梅竹马十几年 你还记得什么 听到我说的话 周晨明显错愕了一下 谋底闪过慌乱 但又很快压住 橙子 昨晚的事情 你都知道了 我承认这件事情 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我实在没办法了 前阵子婉音不小心 得罪了裴家 昨晚裴四点名要你 我 唐家在上京 也算有头有脸 裴四不敢乱来 他攥紧了拳头 脸色情绪复杂 却又笃定地说着 也不知道在安慰我 还是安慰他自己 那我的名声呢 我目光冷漠地看着他 如果昨晚不是裴四 如果是别人 我的名声又应该怎么办 这时被忽略了许久的 沈婉音眼眶泛红 似乎在强忍着什么情绪一样 我嘴角勾起嘲讽的笑意 受到伤害的是我 被所爱之人背叛的也是我 沈婉音在委屈什么呢 唐小姐 这件事情是我的错 我没想到 阿诚会为了保护我 把你 他欲言又止 语气哽咽 当然是你的错 他的表情一致 显然没有猜到 我会直接把矛头指向他 我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 阿诚才会 对不起 沈婉音突然向我鞠躬道歉 话里却带着话 阿诚 阿诚 好轻易地称呼 周诚虽然没说什么 可眉头却紧紧地猝着 眼底藏着不易被察觉的担忧 见我迟迟没说话 他抓住沈婉音的胳膊 然后对我说 成字 这件事情和婉音没有关系 决定是我做的 所以你要是生气你骂我 打我都成 但不要找沈婉麻烦 他把人护在身后 防备地看向我 我抬起头打量着周诚 从回来到现在 我似乎还没有认真地看过他 他的模样变化不大 依旧那么好看 只是多了几分沉稳 还有少了几分爱我 没想到从前会奋不顾身保护我的人 现在却成了别人的英雄 年少的承诺终究还是太轻了 沉默良久 我博纯清起 周诚 我们分手吧 周诚明显错愕了一下 不确定地问 橙子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不爱了 就应该互相放过彼此了 我故作轻松地淡然一笑 周诚 我们应该体面一点提分手 而不是最后糗事 闹得人尽皆知 毕业后 周诚亲自策划了一场盛大的表白 他买空了全程的山茶花 为我燃放了整夜的烟花 他说 我的小公主 值得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虽然我们青梅竹马十几年 但也不能不明不白地开始我们的爱情 唐诚 我们彼此努力 三年为期 众人艳羡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成为上京的佳话美谈 轰轰烈烈 橙子 我不同意分手 周诚近乎咬牙切齿地说着 躲在他身后的沈婉音 身形不稳 凉翘了一步 泪水终于还是落了下来 却依旧克制隐忍 像坚韧的小白花 没等我开口 他色声道 那我 算什么 是啊 不分手的话 沈婉音算什么 而我又算什么 明明已经为了别人伤害了我 为什么还要装作情深不悔的样子 周诚 既然你选择唐诚 那我退出 话落 沈婉音的表情痛苦而又决绝 捂着脸转身跑开 婉音 周诚下意识地要追过去 刚迈出一步 似乎又想起了我 停了下来 表情复杂地说 我们的事情以后再说 橙子 我欠沈婉音太多了 所以 对不起 她能欠沈婉音什么呢 没命没分 陪了她三年吗 可我又何尝不是等了三年 我自嘲一笑 再次抬头时 他们两个人的身影 已经彻底隐退在我的视线里 哥哥看了戏了 就该出来了 我端起桌上的果汁 喊着吸管抿了一口 酸酸涩涩地 刺激着我的味蕾 裴四只是穿了件白衬衫 却掩盖不住身上的清冷贵气 她不履从容向我走了过来 路过的名媛 都捂着嘴尖叫 她很少来上京 但她活颜忘的名声 却想变上京 手段残忍很利 做事不留余地 今年三十了 身边半个音艳艳都没有 周辰越回越回去了 她冷笑道 我没反驳 只是说人总会变的 沈婉音不是斩省油的灯 她未必喜欢周辰这个人 但肯定喜欢她的钱 裴四的这句话 我也没反驳 沈婉音跑走时 余光望向了我 眼底藏满了算计 嘴角勾着嘲讽的笑意 不出意外的话 也许明天 周辰和沈婉音在一起的消息 就会公布出来了 我这次回来 倒成了他们感情的调味剂了 挺讽刺的 下周我回港城 你跟我回去 裴四说着 目光落到了我的身上 我捧着杯子的手一顿 上京还有值得你留恋的人吗 她明知故问 没有了 我父母死了 周辰也不爱我了 上京与我不再是归属 意料之中 只是周辰的动作更快 夜里就和沈婉音官宣了 周辰的朋友圈最新一条是 守得云开建月明 谢谢你 配图里出镜的 是她和沈婉音的食指交扣 我们朋友圈都是 交集很深 有几个朋友以为是我 在下面评论 终于终于 三年啊 什么时候可以喝到你们的喜酒 还是青梅香 你们可是十几年的交情 周辰可别忘了 结婚请我喝喜酒啊 但很快 周辰意识到了不对劲 把动态给删了 重新编辑了一条 体贴地加上了沈婉音的名字 还有和她的亲密合照 她就是这样子的 爱一个人时 会把所有最好的都给她 不让她受半分委屈 任何流言蜚语 轰轰烈烈 高调无拒 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她爱上了沈婉音 而我唐成 只是她年少的荒唐 周辰思聊了我句话 唐成 这三年都是婉音 在陪着我 照顾我 她已经成为我生活里 最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对不起 我们翻篇吧 终于 二十五年青梅竹马的感情 还是消耗殆尽了 我深呼吸了口气 扬起一抹笑 看着镜中恍惚的自己 最终在聊天框输入好 点击发送时 从前过往 只不于一个 已被对方删除的红色感叹号 请客间 我所有的情绪 轰然清晰而出 我以为我不痛了 可心脏还是一抽一抽 难受到窒息 我没忍住 放声嚎啕大哭了起来 四心裂肺 安静的房间里 全是我的哭声 直到陪四敲响了我的门 她站在房门外 走廊的灯没打开 房间里的灯将她的影子照得拉长 哭够了 就把她忘了 周辰算个屁 我吸了吸鼻子 胡乱抹去脸上的泪水 陪四走了进来 深邃的毛子 犯着我看不懂的情绪 手握着杯温热的牛奶 语气嘲讽 就那么喜欢周辰 橙子 真正爱你的人 是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的 她走近了我 然后把牛奶放在桌上又说 一个周辰而已 她配不上你 我抬头时 正好撞进了 陪四的毛子 下一秒 她双手撑在桌面 将我困在她的怀里 橙子 我知道你和周辰的感情 不是一瞬间就可以放下的 可能不能 别再为她哭了 我的心情仍处在低谷 捏捏地不想搭理陪四 或许你可以试着回头 看看别的风景 哥哥 没等我回味过来 陪四那张好看的脸 在我面前放大了数倍 顿时我错愕地瞪大了双眸 连呼吸加重了几分 眸底情绪复杂 张合着唇要说什么的时候 她抬手伸出指腹 轻轻地擦掉我眼尾的泪珠 声音明显放低了几分 橙子 从前 我知道你喜欢周辰 周辰也喜欢你 所以我没得选 现在我想给自己讨个机会 当然 你可以不用现在给我答复 我可以等 我仍旧处在恍惚中 嗓音有些沙哑 哥哥 你 嗯 我喜欢你 蓄谋已久 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 从你喊我第一声哥哥开始 可我们的初见已经好久了 是在我十六岁生日宴 是偶然间和他的钢琴和谈 我抿了抿唇 最终沉默了 裴四并不着急 只是淡然一笑 摸了摸我的脑袋 橙子 我能等 裴四的表白如炸弹一样 突然就在我脑海里炸开 那天他表明心意的话 在我脑海里不停地轮回播放 太猝不及防了 我没有任何的准备 我对裴四一直都是像对待哥哥一样 未曾有过半课男女之情的想法 原本想到港城之后 再和他开诚不公地谈一谈 没想到社交平台先爆出了我和他的绯闻 井浩唐室千金自甘堕落 成为太子爷情妇井浩的话题 突然顶在了热门上 富途还有我和裴四的合照 以及我的裸照 那些媒体开始先后挖出我的身份 这还是我回国后 第一次这么热闹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井浩裴四情妇井浩 井浩周辰白月光井浩的标签 一个接着一个 评论区更是不堪入目 不是吧 唐城之前和周辰可是一对的 唐城出轨裴四 太搞笑了 怪不得周辰和别的女人官宣了 原来是唐城出轨了 三年前就没了唐城的信息 听说是出国深造 我看是被裴饲养在国外当金丝雀了 舆论发酵得很快 唐家的人找了我很多次 想从我口中打听点东西 我只是说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 他们没再问 也没有替我澄清 舆论持续发酵 到时周辰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打来时是个陌生号码 我就接通了 橙子 你还好吗 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再次传开始 我以为我还会如前几日那样 情绪不能自控 意外的是 我的心竟变得平静下来了 原来有时候 放下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谢谢你的关心 我礼貌疏离地说着 对面突然陷入了一片死寂 只传来了重重的喘息声 梁九他说 这件事情总归是我的错 舆论这边我会 周辰 我和裴四的事情 只有包括我以内 四个人知道 我的语气淡淡地说 文言 周辰的音调却瞬间拔高 你怀疑是我把这件事情捅出去的 他的语气带着不可置信 我没说话 他却激嘲一笑 橙子 我和你相处了十多年 你不信我 从前我信过你的 话落 我掐断了电话 顺带把这个号码 也拉进了黑名单 周辰和我青梅竹马 哪怕他选择了沈婉英 但基于两家多年的交际 他没必要赶进杀局 把自己置于风口浪尖处 而裴四 这本就是我们做的局 是真是假 我们心知肚明 可还有一个人 周辰又换了的号码 给我发一条短信 唐诚 我会查清楚是谁做的 但你这么怀疑我 我真的很寒心 我没忍住嘲讽出声 寒心吗 那他做了一切 又考虑过我的心情吗 裴四回别墅的时候 难得失态 他的步子匆忙 呼吸还有些急促 这时我正从书房里 写好项目报告出来 此时的我还不知道 舆论的风向 已经翻天覆地地发生了变化 正抬头 裴四的长臂一捞 将我抱进了怀里 力气很大 抱得很紧 我险些快窒息 哥哥 让我抱会儿 裴四哑着声音说道 他的助理也跟着过来了 见到我和裴四的样子 有些心虚地摸了摸鼻尖 然后配合地转过身去 经历了短暂的数十秒后 裴四才慢慢地松开了我 今天我全天都在开会 社交平台的事情 我知道马上安排人处理了 对不起 橙子 他的嗓音一哑 还带了些微颤 我有些疑惑 眨了眨眼睛之后 乖巧地看向裴四 哥哥 你在害怕什么 他抿了抿唇 半天没说出话来 只是看我的双眸 变得更加复杂 沉默良久的助理 清了清嗓 尴尬道 怪我怪我 我只是不小心说了 之前有个女生 因为被网络暴力 导致抑郁症 最后自杀了 裴总一听 就立马从公司赶了回来 助理说完话时 裴四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动作也显得僵硬了起来 我细细地打量着裴四 从前觉得他担心我 只是因为我父母的关系 只是出于哥哥 对妹妹的宠爱 自从他向我摊胎心思后 我以为我们的关系 会变得别扭 可实际上 关系依然如初 所以哥哥是怕我自杀吗 因为那些流言蜚语 我凑近裴四 抬头望向他 他的呼吸声中了几分 我相信你不会 但我不想让你 因为这些事情难过 那哥哥可要好好保护我了 我弯唇一笑 裴四的目光 错愕了两秒 最终抿唇一笑 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 自然 关于裸照的事情 我在社交账号 转发了在京大大姨那年 参加学校联谊 记者采访发的照片 舆论谣言不攻自破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的后肩膀 有块蝴蝶形状的胎记 联谊那日 我穿的是抹胸礼服 记者凑巧 拍到了我的后背 之后这件事情 早就人尽皆知了 可那张裸照里没有 裴四澄清的方式很简单 只是我没想到的是 他会顶着集团的账号 向我表了白 一句 唐诚 是我暗恋了很久的女孩 直接掀起了滔天巨浪 以活颜望出名的太子爷 为爱洁身字号的话题 就被粉丝传疯了 一夜之间舆论颠倒 罪魁祸首也很快被揪了出来 是沈婉音 他怕我抢走周辰 怕周辰念念不忘 索性想毁了我的名声 前途 收买了狗仔 找个替身 太拙劣的手段了 可偏偏周辰还是愿意 站在他那边 不惜让出周氏 13%的股权给我 想保沈婉音 但我没接受 直接起诉了他 只是我没想到 沈婉音会主动来找我 直接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情 我淡淡道 他攥紧了衣角 毛子里全是愤闷的目光 为什么不肯放过我 一定要置我于死地 他非管理安静至极 我抬起头看向沈婉音 几日不见而已 厚重的妆容 都挡不住他的疲惫 那你呢 我和你并没有什么恩怨 你却让我成为众史之 难道还不允许 我维护自己的权利吗 我说着 冷冽的目光扫过他一眼 因为周辰从史之中 喜欢的都是你 沈婉音说道 我端起咖啡杯的手一顿 随即 他又继续自嘲地笑了笑 周辰可以骗得了自己 可他骗不了我 他根本不爱我 唐诚我陪了他三年 他最苦最艰难的时候 都是我陪他走过来的 他生病 是我一不解代地伺候着 他喝醉了 是我半夜给他送行酒汤 他出事 我第一个冲在前面 可他不爱我 他凭什么不爱我 沈婉音越说越激动 眼眶微微红了起来 放在桌下的拳头攥紧 我抬起头看他 所以呢 所以你为什么要回来 他苦笑道 唐诚 是你毁了我精心维护的感情 凭什么你一出现 我的付出 我的努力 都变成了泡沫 一文不值 墨地我没忍住 勾起嘲讽的笑意 你很委屈 难道我不应该委屈吗 我和周辰 几乎是从娘胎出来就认识了 除去分别的三年 我们有22年的感情 我们是亲人 是朋友 也是恋人 可你明明知道我们是男女朋友 却还介入这段感情 你跟我在这扯什么委屈 我放下了杯子 随即从包里拿出一个文件袋 放在桌上推到了沈婉音的面前 她的表情有些复杂难看 沈婉音 我是性子软 但不代表我就好欺负 沈婉音拿过文件袋 拆开之后 拿出里边的东西 瞳孔骤然放大 她不可思议地看向了我 从那次泳池后 我对沈婉音就留了个心眼 派人查了她的资料 她对外公布的资料 都是伪造的 只是周辰信她 没有做过任何的背调 沈婉音 原名沈昭帝 16岁的时候就已经嫁过人了 后来她假装自杀了 从山里跑了 一个从山里努力爬出来的人 想要蹬顶没错 想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也没错 可她错就错在 没彻底扳倒别人的能力 却非要打中脸充胖子 你很优秀 也很厉害 可你的心机用错地方了 沈昭帝 话落 我拿起包 离开了咖啡馆 而沈婉音 仍旧木讷地坐在原地 郊区的别墅 我拉着行李箱 准备去机场的时候 刚出别墅院子 周辰匆匆地从车上下来 伸手拦住了我 目光落在我的行李箱上 你要去哪儿 我弯唇一笑 这跟周先生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 周先生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叫我周先生 唐成 我和你是青梅竹马 什么时候要你身份地喊我一声周先生了 他的表情仍旧震惊 我只觉得可笑 是周辰先拉黑了我 是他先说的翻篇 怎么才过了几天 就忘了呢 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我连起了情绪 语气淡淡地问 周辰的表情沉了沉 你为什么没告诉过我 你和裴四认识 你也没告诉我 这三年你有家人在侧 墨帝他的脸色微微 有些惨白 我深呼吸了口气 抿了抿唇 扬起笑容 继续说 周辰 我和裴四怎么样都跟你没关系了 你今天来是为了沈婉音吧 大抵是被我说中了 他促紧了眉头 周辰在上京是有实力有地位 他要保沈婉音很简单 可我的身后有唐家 有裴家 你是希望我不计前嫌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吗 可周辰 你是不是没搞清楚 我从来都没有欠过你 更不欠沈婉音的 既然他有能力对付我 那么希望他也有能力去承担这个后果 尾音落下 我没再关注周辰的表情 只是拖着行李越过了他 他下意识地握住了我的胳膊 你要和裴四去港城 语气笃定 目光里却藏着一抹复杂的情绪 似懊悔 似害怕 上京才有你的家 他张合着唇说 我只是笑了笑 可上京没有我留恋的人了 我上了车后 周辰依旧站在原地 像是没反应过来 我最后说的那句话 目光有些无神 我不明白他在想什么 直到车子启动 留下车尾气时 他才突然恍惚过神来 跌跌撞撞地上了自己的车 油门踩到底追了上来 周辰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追唐成的车 只是他的心告诉他 如果他不追上去 这辈子他和唐成 可能就在没有任何交集了 他无法承受这样的后果 只要想到 未来唐成不再属于他 他的心就感到无比难受 大学毕业后 他们原以为一辈子很长 可没想到 只是离别了三年 再见物是人非 这三年的时光里 他很想唐成 做梦在想 喝醉了也在想 他每天都在倒数日子 也每天都在努力 他像涌动机一样转不停 难过的是一停下来 孤独和寂寞的感觉 就如同巨大的怪物一样起来 将他吞没 直到在酒局上 碰到神满音 在人群中他不显眼 可他却和唐成很像 一样坚韧 一样有着清醒的目标 哪怕被那些老狐狸 灌酒他也毫不畏惧 他说 喝了可以 但合同被签 一句话就让他刮目相看 他总能在 沈满音的身上 找唐成的影子 所以对他越来越上心 甚至给了他特殊的待遇 这是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 沈满音陪他出席酒局 事物巨细地照顾着他 从来没有任何怨言 他看向他的目光里 从一开始的尊敬到后来 开始有了爱意 他都知道的 只是他不敢 因为他爱的是唐成 距离唐成回国的时间越来越近 他从一开始的期待变成了害怕 在唐成回来的前一周 他在某平台发了一条问答 他迷茫了 甚至怀疑自己 他不知道他爱的是沈满音 还是唐成 一个等了三年 一个陪了三年 后来他像是想明白了 选择了沈满音 事情却好像都脱离了原定的诡计 和沈满音确定关系那一夜 他不想官宣的 可沈满音说 从前你喜欢唐成时 轰轰烈烈 全世界都知道 为什么到我这里 却默默无声连发个朋友圈都不愿意了呢 是啊 为什么呢 他明明已经选择了沈满音 最后他还是发了 只是发送后 他似乎察觉到了不对劲 所有人都在祝福他和唐成 看到那些评论 他的心有些触动 甚至有些难受 守得云开见月明 那他的唐成呢 他们等了彼此三年 为什么 成了现在的结局 周成想不明白 看着祝福的评论 一条接着一条 直到沈满音哭着提醒 他才回过沈来 把动态删了之后 重新编辑 沈满音拉着他 拍了几张亲密的合照 亲自发了朋友圈 甚至私聊了唐成 他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 沈满音把唐成给拉黑了 后来想想 既然他选择了沈满音 那和唐成就算了吧 可他每夜都睡不着 失眠 心力焦脆 直到唐成被爆黑料 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他清楚地知道 那个人不是唐成 可他接受不了唐成被谩骂 下意识地 借了助理的电话打给唐成 他却怀疑是他 那瞬间 不甘和愤怒都油然而生 他和唐成那么多年的情谊 抵不过一场误会吗 他想继续质问 直到唐成说 我从前信过你 一股莫名的无力感 攀上了他的心头 他动用了所有关系去压舆论 去找幕后操纵者 当看到裴斯的表白 当知道是沈满音动的手脚时 他在办公室坐了一下午 抽了一下午的烟 最后拿烟的手都开始发颤 他好像错了 错得离谱 悔恨像巨大的怪物一样 吞没他 他想去找唐成 沈满音却哭着先找到了他 跪在他的腿边求他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想给他一点教训 我只是想让他离你远一点 阿诚 唐成现在要起诉我 封杀我 你要救我 沈满音哭得梨花淡雨 和他记忆里的女人截然不同 他从前怎么会觉得 沈满音身上有唐成的影子呢 明明不一样的呀 他不想管沈满音 可最终还是心软了 他想这是最后一次 然后就和他彻底断绝来往 最近发生的种种 他比过往无数次都坚定 他最爱的是唐成 从前是 现在是 以后也是 他想 唐成那么爱他 只要他哄哄他就好了 青梅数十年 是天定的缘分 他们不可能就此分道扬镳 可他没想到 唐成就像风筝一样 断了线后 他再也抓不到了 成子 周辰追了过来 整个人风尘仆仆的 特别狼狈 他停在我面前时 我微醋眉头 如果是因为沈满音的事情 我建议你有空的话 可以去找找律师 不是沈满音 他着急的要抓我的手 我微微侧身躲开 面露防备 他的动作僵硬在了半空 声音隐约有些发颤 成子 能不能不要走 不要去港城 留下来好不好 我们有三年没见了 你回来后 我们似乎都没有 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有些不耐烦 我 他欲言又止 最终扯出一抹苦涩的笑意 如果我说 我现在才明白 我爱得始终都只有你 你会不会 不会 我平静地打断了他的话 周辰所有的故作 轻松在这一瞬间都哄他 他的眼圈微红 身体微微发抖 成子 是我错了 我不爱沈满音 我只是把他当成了你 我只是 只是没看清自己的内心 我平静地看着他 若是换作从前 看到这样的周辰 我会难过 会心疼 可如今 内心竟毫无波澜 这是不远处 陪斯也从分公司赶到机场了 他穿着黑色风衣 迈开修长的腿 正往我的方向走来 我也正准备越过周辰走过去时 周辰突然用力抓住了我的胳膊 橙子 我停下脚步 目光冷冻地望向他 周辰 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应该知道 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不会让你和陪斯一起离开 陪斯走近时 目光冷冻地扫了他一眼 周辰满是愤闷地望向陪斯 目光充满敌意 陪斯 橙子是不会和你一起走的 当初我把他送给你 是我的错 现在我要纠正这个错误 末地 陪斯轻笑了声 他眉梢轻飘 神情桀骜 他爱上你才是个错误 陪斯 周辰咬牙切齿 拳头紧紧地攥着 你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唯独橙子不行 陪斯没有说话 只是看了我一眼之后 抬手猛地给了周辰一击拳头 猝不及防 周辰生生挨了一拳 他顿时怒火中烧 陪斯 你他妈找死 和陪斯扭打成了一团 两个一米八几的高大个子 就在机场的大厅打了起来 路过的人都围了上来 我只是往后退了几步 然后招手喊来了巡逻警察 都别打了 助手 警察连忙将两人分开 两人依旧不甘示弱 周辰挨得打羹多些 陪斯专门往他那张脸招呼 脸上挂了不少的菜 下颌都是血 看出来是吓死手了 助理去处理这件事情 贵宾室里 陪斯坐在我的身侧 宽大灼热的掌心握着我的手 动作轻腻 我知道陪斯是故意的 周辰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们 橙子 难道你相信陪斯真的会喜欢你吗 他是个什么人 你清楚吗 我抬起头看向周辰 周辰 接风宴的迷药 是我给陪斯的 顿时 他错愕地望向我 脸色微微一白 张合着唇 却始终没出声 再回国的前一晚 我看到了你发的帖子了 等了三年的人 和陪了三年的人 应该怎么选 我语气淡淡地说着 然后从包里拿出了我的日记本 这里边 写满了我的三年 写满了我对周辰的爱意 我把日记放在了他面前的桌子上 那时候我抱着试探的心思 和陪斯设了个局 很卑劣 但很有用 周辰猛地摇头 他想说 不是这样子的 可事实已经发生了 结果已定 知道你选择 沈婉音的时候 我怀疑过自己的选择 我想如果我没有出国 是不是一切都不会发生 可不是的 没有沈婉音 也会有江婉音 有林婉音 沈婉音的出现 给我敲响了一个警钟 所以周辰 我们都回不去的 不是的 城子 我周辰想要解释 却又无从说起 我只是没看清自己 他色声道 我只是笑了笑 曾经的周辰 从不会看不清自己的内心 哪怕自己死了 他也会护我无恙 可25岁的周辰 开始学会了权衡 学会了罪优解 那时候的他 大可以赌上所有身家 和裴四对抗 可他不敢 牺牲我 是最好的选择 我和裴四 还是上了港城的飞机 临别时 我看到周辰抱着我的日记 哭成了泪水 不过这跟我已经 没有任何关系了 唐成走后 周辰坐在贵宾室 一页一页地 翻着那本日记 那些从前甜蜜的过往 潜藏在自己里 所有的爱意 那些他在孤独和寂寞时 留下的点点滴滴 编织成了一张锋利的网 将他的心脏 割得支离破碎 他在三年里游离的时候 唐成对他的爱 却在一点一点地加固 看到最后的时候 周辰已经哭得气不成声 那天他参加完酒宴回家的时候 唐成的导师正好来找他 唐成导师的目光里 带着探究 最后落在了他身后的神满音身上 导师什么都没说 却好像什么都说了 那样的目光 让他感觉到不舒服 他追了上去 抓住唐成导师的胳膊 下意识地解释 这是我的秘书 我和他没有关系 唐成导师只是礼貌地笑了笑 然后伸出手指 向他领子的口红印 一瞬间 他张了张唇 最终哑口无言 唐成导师临走时 语气淡淡地说 你和唐成的事情 在上京是个美谈 他很想你 希望你不要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 他愕然地点了点头 可最终呢 他没有把劝诫放在心上 伤害了唐成 亲手把他们注定的情缘斩断 周辰小心翼翼地收起了日记 回公司之后 想把神满音的事情给解决了 却听到了唐成撤诉的消息 唐成还是那么善良 明明受到最大伤害的人是他 却就这么翻篇了 他找到神满音的时候 他如同失了神的木偶 坐在地上 看着撤诉的消息 眼泪大滴大滴地掉 我会给你一笔钱 你离开上京吧 去哪儿都好 他说着 神满音却惨淡一笑 周辰 我后悔了 后悔出现在你身边 后悔爱上你 后悔伤害唐成 明明这一切不该是这样子的 哇 他边说边哭着 他拼了命地从泥潭里爬出来 明明总想往有光的地方走 却最终在名利场里 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 一步错不不错 他想安慰神满音 伸出的手却停在了半空 神满音有错吗 明明罪魁祸首应该是他才对 是他默认了神满音的越界 才会导致之后的种种发生 可他没想到的是 神满音自杀了 后来再遇到唐成 是在五年后 他成为了业界内佼佼者的存在 一张他穿着白色大褂 戴着手套和防目镜 在实验室做实验的照片 在网上被疯狂转载 成了所有人心中真正的白月光 他专注着自己的事业 毛子里全是坚定和热爱 五年前 唐成和裴四回到港城后 只在港城留了一个月 又再一次到了A国 足足四年 他从未离开过研究所 他去过A国 可当他在研究所附近 碰到裴四时 脸上都是意外 他问裴四 你来这儿做什么 封闭式研究 你又见不到他 裴四弯唇一笑 嘲讽的意味十足 我是见不到他 但我想他了 这样离他近一点啊 或许他能感受到呢 我无数次站在这里 可从前我好像没见过你 那一刻 他猛然惊醒 三年之约 唐成能拖他导师问我近况 可他却从未踏足过A国一次 唐成和裴四婚礼那天 他查出了胃癌晚期 医生说 只要保守治疗 还可以再撑几个月 他攥着那张病历 心如刀脚 自和唐成分开后 他日日酗酒 身子早就一日不如一日了 婚宴那天 他去送贺礼 他全身的家当 可唐成拒绝了 他说裴四不喜欢你 所以希望我们以后 还是不要有交集了 那一天他的喉咙如同吞咽了无数块碳一样 烧得他快要窒息 半句话都再说不出来 他目睹着裴四为他带上婚戒 目睹他们在众人面前接吻 唐成的脸上荡着无尽的笑意 可那一切本该都是属于他的 裴四给了唐成最好的一切 连他都是干干净净的 十多年啊 没有任何绯闻 身边也没有任何阴阴厌厌 在风花雪月的名利场里 独善其身 和裴四一笔 他的爱似乎早就拿不出手了 我尝试 我尝试